在这轮特朗普折腾世界的一轮又一轮浪潮中 印度照样未能信念 特朗普的官室遍累了面前 并没有把印度放一满 不过想想也理解 连欧洲这个传统盟友 美国都是准备割韭菜 何况印度呼 去年年底失效的美国 对印度优惠官室政策真好到西 不但得不到续签 而且这一轮官室壁垒 印度照样无法避免 之所以不受关注是因为 是中欧与美国的大体格相比 印度被媒体忽略了 经贸领域的损失并不是印度最关键的问题 印度选择安全领域向西看战略 可能会受到重大挫折 原因是 美国随时可能会对印度实施制裁大棒 是这么多年来 印度实施的中西方极强战略受到重大挫折 说白了 美国这次给印度的二选一选题 让印度进入进退维股当中 首当其中的是 印度与俄罗斯谈判多年的 S-400凯旋防空导弹项目 在去年俄罗斯防务战上 两国签署一项协议表明 在今年两国元首会晤中正式敲进合同 48亿美金购买5套S-400防空导弹系统 根据最近美国媒体释放的消息 美国政府已经要求 印度政府停止购买俄罗斯武器 否则会影响到 美国与印度的军事和安全合作 美国国会中央院军事委员会主机 索恩伯利 最近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做出表示 虽然索恩伯利先生指出 美国对印度在俄罗斯 进行新一次军事采购感到失望 但现今段不太可能对新德里发动制裁 印度领导层的决定 可能会给一系列美印防务合作领域造成困难 包括向印度供应美国无人机的问题 美国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虽然国会议员表示赞不制裁 但是大家都明白 真正做决策的是美国白宫 说白了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上台之后 调整了前任奥巴马大里拉拢印度的战略 现实主义选择是 特朗普较大地改动了对印度政策 虽然在军事教授上 签署了包括海上卫士无人机项目 随后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宣布 向印度转移上千亿美元的三代战斗机生产 让印度真正成为世界战斗机制造大国 从目前看来 特朗普给印度的蛋糕绝不白给 二悬一很可能成为避险项目 印度同时获得美国和俄罗斯先进武器 已经不可能 印度政府继续选择在美国间奇强政策 显然是行不通的 印美未来上千亿军事合作合同 可能打水漂 对印度来说 左右都是难题 在选择俄罗斯武器同时 也想选择美国以及欧洲以色列的装备 俄罗斯媒体给出的数据表明 印度海陆空三军武器 一旦失去俄罗斯的后期维修保养 将彻底失去战斗力 而俄罗斯装备占据印度军队武器的70%以上 世界上的好处不可能一直被印度拥有 特朗普显然没有奥巴马好说话 也许在某天就取消了 与印度签署的一大堆军手合同 而对印度这种武器装备 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 将是灾难性的 与文字幕提供